聽起來這種歌聲 會讓後面兩張黃牌的人說 我只能互相搶的感覺 很辛苦 對啊 所以你看 壓力很大 衛冕者也是很辛苦 這一組三個如果搶起來 都當這裡的衛冕者 真的是不好當 對 他剛剛唱的有歌是非常深情 對啊 我應該是不是很 看他的外表應該不是很專情 比較花 沒有 現在目前為止 我27歲 只救過一個 真的假的 可是我很愛他 他還在一起嗎 沒有了 沒有了 但我心裡面有一個位置 還在等他 是喔 你是幾歲剛才認識的啊 大學 他是一個初戀 可是也傷害我很深 是 因為我曾經就是 他在我當兵的時候劈腿 然後 等於是被兵變了嘛 對啊 然後又出去 那現在呢 現在還在等他 他有在看見你嗎 應該會 就是我心裡面還是有一個 位置在等他 所以你很專情喔 嗯 我 我不知道耶 我就喜歡一個人會很專心 這樣子 好 這個是 那是真愛 對不起 我剛剛看錯人了 這是 好 我們請評審來講評 周治平老師請 今天我來的時候看到歌單 看到佳慧要唱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我想說 佳慧要放大招了 這種歌在什麼時候很好用呢 在你遇到困境的時候 比如說在比賽的時候遇到困境 譬如說你要奮力一搏 你要打破格局啊 譬如說你身上已經背了一張黃牌啊 這首歌啊 就應該要拿出來用一下 它非常難唱 如果唱得好的話效果會非常好 會把人的眼淚逼出來 給我聽完以後啊 有一些意見我想說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你這首歌修飾太多 然後情緒沒有唱出來 然後在副歌最主要的地方呢 因為副歌是一個階梯式的音階 你那個階梯式的音階 就要有階梯式的情緒 你的情緒沒有放出來 你沒有把自己完全釋放 你也可能是你的音階不夠 變成有一點純粹用嗓子在 在惊那一句 所以效果不是那麼好 那整體來說的話 我會很遺憾地說 這個歌可能超過你的領域 那麼至於 起雲唱的這首 《我要快樂》 聽得出來 你是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 心情的經歷 情感的經歷 所以才能把这首歌唱的 内涵这么丰富 如果我在录音室的话 我会强调说 我要快乐这四个字很重要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矛盾的心情 我充满了希望 又是绝望的那个心情 这四个字 很可惜这四个字 你把它很轻松的带过了 你把它重点放在后面的地方 高音的地方 可是这四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四个字能够 再多加一点情感或者那个矛盾 挣扎的心情进去会更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冰晓雯老师请 好 这个嘉惠选了 晓雯老师写的一个歌词的歌 爱上又不会加的人 说老实话这歌不好唱 它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事实上不好唱 它从A段主歌一直到副歌 它其实有一个情绪的铺陈 那刚刚周老师已经有讲了 尤其在副歌 它是一个阶梯式的情绪跟旋律 譬如说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闪不开起的门 善变的眼神 紧闭的双唇 然后要开始大开大合 何必再去苦苦抢救 苦苦追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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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雖然你在技巧上面 我覺得鋪陳得很好 但是是情感面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稍微少了一點點 再來一個是最後一段副歌 其實你搶拍得很明顯 我覺得這邊就可惜了 因為大家聽到樂隊 就會覺得要趕高鐵回家 所以常常在這邊就會搶拍 所以這個家會 這個地方可以特別注意 啟雲說老實話 你剛來的第一集 其實曉雲老師非常擔心你 雖然你表現得非常好 但是我很擔心 你唱歌進入一種模式 因為常常學聲樂的人 他會用一種模式在唱歌 但是今天這個歌 雖然你沒有唱 讓我覺得非常地驚喜 但是我覺得 你已經跳脫出一種模式 就是你唱歌的語氣 跟之前幾集不太一樣 所以我今天其實有跟你加了一些 所謂的進步分數 謝謝老師 但是啟雲你還是要注意 你的低音沒有高音好 雖然你今天用了一些語氣帶過 我覺得非常技巧 但是真的要小心 但是你這個情緒 表演的情緒越來越成熟 我覺得這是一個優點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你一點 你在唱歌兼奏有沒有 是 你做了一些比較戲劇性的 肢體的動作 有的時候是好 有的時候是不好 我覺得你要斟酌地使用 只有眼淚是真的 好嗎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好 你看每個評審的講評角度都不一樣 希望你能夠獲取一些知識 接下來我們來看他們兩位成績 首先我們看一下林佳慧 剛剛這首歌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看一下林佳慧在這個階段 可以得到幾分 70 80 8開口 80幾 89分 小數點繼續往上跑 89.2分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看陳啟筠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陳啟筠在這首歌可以得到的 分數是60、70、80 80 80 89 目前同分 小數點超過了 89.6分 我們在佳慧的部分 給到最高分的是92分 是 協中銘老師 其餘那部分是92分 丁曉雯老師 暫時來講對佳慧就是 已經有壓力了 對不對 是 真的是很緊張 好 我們接下來 熱情掌聲歡迎 3號參賽者 顏依文帶來的 康定情歌